大家好,我們有教各位用這個大的寶特瓶挖很多洞來種這個蒜苗啦,種韭菜種蔥啦 但是這個澆水是一大問題,我們桌上有擺了這些就是我們做好的成品 那我們先來看這個韭菜好了,那因為它這個都是很多的屬於立面的種植 這個在澆水上就比較困難一點,那我們就研發了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澆水方式 那就是用這個不鏽鋼的這個澆水管 這個不鏽鋼,這上面有很多個孔,然後你就把它插到這個土壤裡面 那就可以把它交到那個內部了 這樣插進去 這邊有一個開關 這個可以調節的水量大小 那這個頭原本是三分頭的嘛,那我們有一個轉換頭,你可以將它轉成兩分的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 只要你在每一個這個瓶子,就是把它插一根 這樣就可以做一個從上到下 每一個這個位置都可以交到水 那這個 這個如果是直接接三分管的話 這一根呢是 一百塊錢吧,很便宜 還包括這個環門嘛 那如果再多一個轉接頭呢 就是多三十塊錢 就是說 各位可以看自己的需求 來適當的採用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水 給各位看它到底它的一個孔的情形大概怎麼樣 好,現在水已經打開了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 好,它有很多孔 好,所以你如果今天把它插到裡面的時候 好,它很多位置都從上到下 都可以平均的做一個出水的一個動作 那這個 這個我不是說這裡有個環門嗎 你可以經由這個環門 調節水量的大小 因為你種的每一種作物它的 它的需求的水量 不會相同的 所以你必須要來控制它的出水量的大小 甚至它也可以完全關閉 先把它關起來一下 好,那 那如果說你將這個系統 跟你的這個定時器 做結合就可以 達到這個 自動浇水無忍管理的目的 那以上呢 就是為各位提供 這個方便的一個 寶特瓶種植的 澆水方式 因為我們不要小看這個寶特瓶 這個寶特瓶種了有50顆的植物 它耗水量是相當大的 這個一定要注意這個澆水的問題 好,那以上呢 是我為你提供的